大家还沉浸在李炳南美妙的歌声中时 一位满头银发 身披华丽斗篷的神秘追梦人 朝着梦想舞台踏步而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谢谢 谢谢你们的表演 大家好 我叫杨雅贤 今年七十岁长 来自于辽宁沈阳 我曾经是一名专业的篮球运动员 我相信像您这样的一位 慈祥的一位年轻的老人 其实七十岁不算老 我太太很喜欢像您这样的头发 您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白的 四十多岁以后就有点白了 一开始还局一局 到后来我感觉到 女人一生都是个宝 而且我觉得不同的年龄段 有不同年龄段的美 所以说我的银发 我想也应该是 给我们的现在的年轻朋友 应该有一个启示 不要去盲目的减肥 去追求 胖有胖的美 瘦有瘦的美 这要你得体 身心健康 活得快乐 自信 我在想如果有 我到七十岁的时候 还有像您这样的气质 这样的身材 该有多好 叶阿姨 那今天你来到了 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 带来了什么样的梦想呢 我三十岁的时候呢 模特这个行业 才传进我们中国 虽然爹妈给了我一个 高高的身材 修长的两条腿 但是我生不逢时 错过了这个机会 当时那个年代 这么高的个儿 我打蓝球都打二中锋的 我的梦想 就是能够在专业的舞台上 踢行台上 哪怕走上三十秒 四十秒 所以说我今天来到了 中国梦想秀 请波波老师 还有现场的 祝梦观察团们的 各位朋友 圆我一个 我追求了四十年 我就想圆我这么一个梦 阿姨祝你梦想成真 来 上前一步 让梦想照亮现实 阿姨好 波波老师好 以年龄堆积出来那种美啊 也许是语言很难形容的 您站在台上让我想起了 美国的超模82岁 生于1931年的 对 Olivis 您是不是受他的影响 2010年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郭培 请他到北京来走秀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给我一个很大的振奋 我才能有勇气 赶到中国梦想秀来 见见波波老师 见到这些年轻的朋友们 您现在这个样子 周边的人 您有没有带动他们一起 去健身啊 去追求美啊 有的 这15 6年了 我就是智慧学模特 我回来教我们大家 最后我现在 我集展了 20多位像我这样身材 这么高的大个子 跟我们来了吗 来了 我们先请出您的队友 让我们一读你们的风采好吧 姐妹们 马上出场 你们全部是沈阳人 是的 今天你们有没有 你们爱人陪你们一块来啊什么的 我老公来了 我们看看炸 大哥 大哥好 民主持人周立波先生好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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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肯定开心的 肯定开心的 这个笑得这么爽了 大哥您是原来从事什么工作的 打球的 Football 是什么 Football 足球 你这个口音的 Football就是好 我以为叫福藤抱里的游福 不要抱 您是专专业的足球运动员 是徐根宝的战友 高峰文的战友 是吧 我叫许奎武 四号 中国国家队 六十年代国家队 主力队员 我们的六十年代 我们的八十年代 都是我们这些球迷 拿来现在还可以回忆的 虽然没有冲锁世界 但是很像中国人踢球 很像中国男人在踢球 你评价一下现在中国国族的情况好不好 别着急 不急对吧 周先生 那么 从校园足球里 多培养一些苗子出来 慢慢就 就好了 恒大的张林鹏 张林鹏就是我教的学员 太好了 余大宝就是我教的学员 这边 耿晓峰也是我教的学员 这三个都是国家队的 我觉得恒大这是给了国人一次意外的惊喜 你是不是暗示在我游身之间看到到我们中国队进入世界前八强 我那不行 那是幻想 大哥现在希望你从你从作战事者走到比赛现场啊 谢谢 周立波先生 你好 大哥不敢打 大哥不敢打 各位嘉宾好 好 杭州的各位观众同志们 你们好 大哥肯定不是奇怪 你肯定不怕老婆的 怕呀 老婆我们怕 不行啊 是吧 难找啊 多漂亮啊 大哥一直这样不尊重你的 我老公你一直是非常支持我 还支持我们这个团队的活动 他在家里吧 他在家里吧 经常提到你 他就想让你圆他一个梦 就走上七行台 最好在今天我请求周主持人和他一起走几步 黄老师的经历 黄老师的经历 还有一个黄鲜小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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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这个海泰走秀法啊 我为了为了你的梦想我开始不高兴 这个孩子你乖点 好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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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看到那个我们梦想助理团 好 我们小一 我们银朗文化呢 有一家和就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叫做格兰秀服饰 然后呢我想代表格兰秀服饰邀请杨大姐来担任我们明年的秋冬季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会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这样一个招商会的这样一个专业的模特 谢谢 谢谢 希望我们梦想观察团能够成就你的梦想一旦通过240票营朗文化的梦想启动马上自己 谢谢你好运 准备投票5 4 3 2 1 开始 1 4 1 1 2 1 1 2 2 2 1 2 1 1 梯形台上大放逸彩